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治疗感染这个主要目的就是反减就行了 一般是由人格内液替代治疗为主 直接就有效 人格内液营养水 实际上模仿人体内液成分做出滋晕的营养水 闻活 没有自治 想进去反解因感染正引起的眼睛酸失和疲劳 使以后能有效的反解感染症状 向眼睛表面重新形成一种人工保护膜 不过要聚的是 选择怎样的营养水 还是要医生来开聚 再一个 不要强其频繁的使用 每次一到两滴 今天治疏跟于眼科的程度还定 人格内液癌痒防护治 更不惜强时间使用 还要引起注意的是 虚弱感染症的症状 粘重 或者用到人格内液 也不能反解时 就要去医院眼科 藉由正规的诊断和治疗 也可能成就中医 根据中医变质论剂 服用中药 对感染症状或加上感染的治疗是很有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